台股面臨沉重賣壓 今晚會主委黃天目請上火線 上週五推出兩大救市措施 分別調降借券賣出量 以及提高融券保證金陳述 力求穩住市場信心 不過週一現功令首發 台股市場仍舊高度震盪 加權指數最低一度下探 一萬三千 兩百之三點四八點 黃天目直言不敢定義 台股是否進入熊市 現在俄乌戰爭 美國升息等外在變數眾多 省慎盤點後續就是手段 因為美國的連轉貴 還在繼續升息中 如果整個股市的情況 還有一些變化的話 我們還會有相關的措施 英國可能爆發金融危機 任何風吹草動也都影響 國內產業界 今晚會已經要求 國內受險業者 週週回報最新禁止數字 對市場變化神聖以待 新大地是胡宗漢 沈偉桐 台灣台北報導